新的Delta病毒株来势汹汹 也造成民众外出更加恐慌 而为了增加口罩的防御力 有民众是选择戴上两层口罩 先戴医疗用口罩 外面再戴上不用口罩 需要能够有效的阻隔病毒 而对此医师也指出 其实戴两层是为了增加口罩跟脸部的密合度 也可以尝试在口罩的双边打结 增加密合度提升防御力 民众外出口罩戴紧紧 尤其是到快筛站等传染风险高的地区 都得相当注意卫生安全 而近期面对来势汹汹的Delta病毒株 传染力高引起民众忧心 有民众就选择戴两层口罩来增加防御 在于有热区或者是说 在流行高峰的一个区域或是时期里面 两层口罩的目的相当于 等同N95的一个防护效力 外面这一层对于拖曳 可以有一个防堵的情形 本来我们的外科口罩对于病毒的预防 有它的原本的效力 加两层口罩效果就会等同N95 医师表示 其实两层式的口罩戴法早已行之有年 先戴上医疗口罩再戴上布口罩 其实目的是为了增加口罩与脸部的密合度 跟戴几层其实没有直接关系 也可透过在口罩双边打结 形成鸭子嘴的形状来增加密合度 我们的面罩能够跟我们的脸型能够密合 这是我们戴口罩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两层口罩的目的也是让我们的脸能够更密合 那目前的方式如果我们戴一个外科口罩 再打一个结之后让它能够吻合 然后我们再加一层不口罩的话 这个效果会对于脸的密合度会更好 口罩密合度高就能够增加防御力 医师也叮咛戴口罩和脱口罩前后 都得要先洗尽双手 才不会让病毒有机可乘功亏一篑 记者烂卫台中采访报道